大家好 欢迎收看经典传奇 我是焕之 今天的故事呢 得从湖南长沙古井桥村 一个神秘恐怖的夜晚说起 那天晚上 村民陈友根正录过一个树林 忽然觉得前方传来了一阵异常的那种细细碎碎的声音 他立即警觉起来 猫着腰朝着晃动的矮树从缓缓地靠近 要说这陈友根也算是大而大 他屏住呼吸啊 一点一点往前靠近 谁知道突然之间一团黑影从树丛里边窜了出来 还没等陈友根缓过神来 黑影就已经消失在了漆黑的密林之中 树林很快就恢复了平静 陈友根不死心啊 怀着好奇又往前走了两步 小心翼翼地往黑影刚刚待的矮树从边一看 这也太可怕了 只见到处都是残留着齿印的骸骨 以及被随意丢弃的内葬 天哪 那刚才一闪而过的黑影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陈友根往后一个亮枪 头也不回的就跑回了家 惊魂未定的他一晚上是辗转反侧呀 第二天赶紧把这个事告诉了村里人 说这个山林里边不知道藏了什么怪兽 他是如毛银血 十分的可怕 让大家伙都小心着一点 谁知道这么一说呀 同村的村民图汉达也站出来说了 自己也碰见怪事了 怎么回事呢 这天早上图汉达像往常一样早早的起床 一日之急在于晨嘛 他赶着把自家养的黑山羊的放到田间 然后再开始忙动活 可就在他走出屋子的那一刹那 直接就懵了 觉得好奇怪 这个无印无果的眼睛掉掉的掉死的呢 图汉达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前一天傍晚 他明明把羊的羊牢牢地拴在了自家的钱屏啊 但是现在他左数右数怎么都少了一只 这羊上哪儿去了呢 图汉达内心一惊 一丝不详的预感涌上心头 一丘一丘 是什么情况 有点把鸡丫射的 原来不管是陈友根还是图汉达 他们遇上的这种事情 在这个古井桥村都不是什么稀罕事了 他们村子里接二连三发生过 类似的七桥的事情 刚开始是圈养在家里的鸡 一夜之间就剩下一地鸡毛 之后是放养在外面的鸭子 没过几个小时就只剩下几根漂浮在水面上的鸭毛 好吃看见人不多 有次看见人就来着屋里 那看见人 接二连三无法解释的家禽失踪事件 让村民们心里蒙上了阴影 难道真的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怪兽 在暗中袭击这个村庄吗 而更让村民图汉达难以置信的是 这只神秘的怪兽 竟然已经开始悄悄把手伸进了他自己家 果不其然 图汉达最终在自己后山的山坡上 找到了那只离奇失踪的羊 这是羊吗 是是村庄是这个羊皮吗 这是羊皮了 对对对 那一段的地方让咱们丢这个水面 不管怎么说 图家丢羊的消息很快就在村子里炸开了锅了 村民们万万没有想到 积压之类的小型家禽 已经无法满足神秘怪兽的胃口了 很显然 他已经开始向更大型的动物发起进攻了 更让人感到害怕的是 虽然家禽家畜频繁丢失 可是从来没有谁看到过怪兽犯案的过程 至于怪兽的样子 就更没有人说得清了 目前唯一的线索 就是在所有丢失群处的地点附近 都能够找到失踪动物的残骸 还有不少杂乱无章的 不明物种的脚印 不管是什么怪兽 它既然能够袭击山羊这种烧大型的动物 那绝对有可能袭击人类 想到这村民们个个是胆战心惊 家家户户都不敢再放养牲畜 就连体型庞大的耕牛 也被严严实实地关进了牛圈里 最不放心的当然就是人身的安全 村民们的出行啊 必须走山路 而且家家的孩子都得出山去上学 有这样的安全隐患在谁能放心呢 就在大伙人人自危的时候 然后更加恐怖的事情发生了 放在家里这个圈子里也被养死了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 这个痕迹就是终于绕着盐了 拖下这个痕迹 被脱走的痕迹是吧 对对对 这个痕迹全部都掏空了 全部都掏空了 对对对 这是被吃掉的第几只羊了 这是地主 不到三天 村民涂汉达家就丢了五只羊 这对依靠养殖山羊来补贴家用的它来说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一目家里尽管非常差 条件差 贫困了些 通过这个演员 来自家的补贴 眼看着山羊一天少过一天 涂汉达心里很不适滋味 他下定决心 无论如何都得想办法 把这个幕后的所谓的怪兽给找出来 解决掉这个问题 考虑到自家的山羊和村里其他的家禽 都是在深夜被袭击的 涂汉达初步推断 这个怪兽很可能是某种 咒服夜初的肉食性兽类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啊 图汉达决定就拿自己家的羊为幼儿 蹲点坚守 他都要看看这个怪兽到底是何方神圣 这天夜里图汉达早早的石头航一线 借着夜色他牵出两只羊 把他们悄悄地拴在曾经发现动物残骸的山脚下 借着他迅速躲进了一旁的柴草堆里边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周围的一切都是寂静无声的 图汉达摒弃宁神 期待着传说中的怪兽 能够落入自己射下的圈套 可奇怪的是 整整一夜过去了 两只羊安然无恙 显然这一夜怪兽并没有来 他好像能够察觉到猎物周围有人伺机而动 虽然图汉达的计划失败了 但是他却有些豁然开朗 怎么呢 他是这么判断的 这个怪兽一晚上没出来啊 之前也从来没有人亲眼见到过他袭击动物 他认为这个怪兽兴许 他是怕人的 既然如此 那他只要把自己家的羊放在有人的地方 那不就安全了吗 从那以后图汉达甭管在忙什么 都不会让羊离开自己的视线范围 而且呢 他尽可能地把羊放在人多的环境里边 您还别说这招啊 还真挺管用 一连好几天 他家的羊都没丢 可就在图汉达满心欢喜 以为就此太平了的时候 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再次发生了 这一次家里的羊就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 消失了 那的时候就发现了 在那里就发现了 那里有三个动物 它跑得快 你不能够决定 什么颜色的 两只是黄色的 一只白色 它往哪里跑了 往山上跑了 对对对 让图汉达惊讶的是 和之前几次不一样 怪兽这回并不是深夜来访 而是在光天化日之下 而且不光是自己看到了 村子里边很多人都看到了 图汉达决定问问大伙 采集一些信息 说不定能够确认 这个怪兽的物种 没想到一轮简单的走访下来 事情还真有了点眉目 那么这个怪兽究竟是个什么物种呢 它的行为又能 上节说到湖南长山 有个叫古井桥村的地方 出现了一种来无影去无踪 喜欢袭击家禽家畜的怪兽 村民们如临大敌 村民图汉达更是打算找出怪兽 以保全自家的羊群 可是谁想到 引诱无效 接着这个怪兽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 袭击了自家的羊 终于又亲眼目睹怪兽的人了 图汉达决定一插到底 根据目击村民 这让图汉达不得不产生怀疑啊 难道说羊被袭击跟那条白色土狗有关系吗 这一回图汉达豁出去了 他牵出三只肥瘦的羊 决定再次引诱怪兽出击 只见他把羊拴在平坦的花草地里 然后呢 支开村民自己远远地站在了附近的高地上 以便观测 果不其然 就在羊被拴出来不待两个小时 村民们提到的白色土狗 就出现了 和之前一样 白色土狗只是在距离羊不到十米的位置 冲着羊叫唤了一会儿 就匆匆走开 可是令人感到惊奇的是 就在这条白色土狗离开不到十分钟 村里几乎所有的狗 都开始陆续聚集到栓羊的挖草地周围 这让羊群开始有些骚动 说时迟那时怪 只见一条黄狗 瞬间向其中一头羊 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与此同时 另外三条狗紧随其后 直接扑向了羊 眼看着自己的羊即将葬身狗群 图汉达再也按捺不住 抄起木棍就冲了下去 他的脚疼着 也咬到腿着 怪兽的真相终于浮出水面 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了 传闻中凶猛害人的怪兽 竟然会是村子里自家养的 用于看家护院的狗 终于找到了罪魁祸首 图汉达内心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那么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俗话说得好 打狗要看主人 狗犯了事 自然也就必须找他的主人 理论一番 可是这么多狗一块 袭击了自家的羊 我该找哪一条狗的主人呢 狗你见过吗 是谁家的你知道吗 全都家的 那栋新房子是吧 你确定吗 确定吗 是他们家的吗 这是他家的啊 他承认是 也是他家的啊 因为当时那么多狗 只有三条狗是他们家的 为什么偏偏就找他们家的呢 因为他的狗带到了 因为是 这一次他狗最凶了 他最开心 跑到眼门回来 带发了一条狗一起回来 经过一番判断 图汉达决定 找带头咬羊的狗家的主人 理直气壮地想要讨个说法 可是结果呀 却大大的出乎了他的预料 我问我狗 你不爱人说我地上我 三不加带 我又是我人家的 你只狗了 我家里养了三个 养了三个 我的狗 我先去一口问 你问哪个人 问哪个人 是什么颜色的 我不知道 白色的有 黄色的有啊 黄色的有 嗯 那平时狗养在哪里呢 在山上 在山上 狗是在家里自己喂的 还是在外面自己找的 自己喂啊 他别人说 你们家里狗养的话 你是怎么看的呢 我不晓得 他要不要弄回来 他要不要抄抄 没看过 没吊过 整个是家里的 你家里的家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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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家里的 你家里的家里的 非但不愿意承认是自家的狗 咬了图汉达的羊 反倒是倒打一耙 强调是图汉达自己没有把羊管理好 面对这样的局面 图汉达那是 牙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啊 一时间图汉达是进退两难呢 不光是他 整个村子里的人也都忧心忠忠 因为这些狗群呢 相互结果 已经能够集体攻击家禽动物 担保他们不会攻击人类 尤其是家里的孩子 就说狗吃了生后就会怕咬人吃 就是这样的 就是以后发生到咬小孩子 更让大伙感到坠坠不安的是 图汉达放羊捉狗的整个过程 经过大伙分析发现 这并不是一场混乱的动物群体捕食 狗的进攻似乎还遵循着某种 有序的规律 是一个狗对那一咬 其他的狗是怎么样一个 其他的狗就是那一咬的 有细心的目击村民观察到 每当那只体型较小的白色土狗 在羊群前转有叫唤之后 它都会最先招来一条黄狗 紧接着村里其他的狗 就会在最短的时间内 聚集到羊群的周围 而每一轮进攻 都是以最先到达的那条黄狗 为首率先扑下羊群 随后另用三条狗参与作战 而且并不是所有的狗 都会一拥而上 在四条狗围绕羊的同时 外围还有两条狗辅则增援 他们在远处蹲守着 似乎是在望风 就能随时的伺机而动 您听听 从踩点到部署再到进攻 还有望风的 这些平日里各自游散 各自回家的狗 似乎在那一刹那间 形成了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 果断迅速 这种有组织有纪律的捕食方式 让村民们不禁联想到 另一种冷酷凶残 永远以团队精神至圣的动物 狼 说的也是 咱们平常来看 村里养狗又养家禽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这古井桥村的狗 怎么就显露出了野生狼的悉性呢 关于这个问题 咱们还得请教专家 说话的这位呢 名叫王志是湖南农大生科系的教授 据王教授说 家养的狗显露出野生狼的悉性 虽然古井桥村的村民们 闻所为闻 但是在世界范围内 这样的现象其实普遍存在 根据相关研究表明 世界上所有人工饲养的狗 它们的祖先都可以追溯到大约1.5万年前的东亚狼 它们虽然源自一个祖先 甚至DNA的基因序列也和狼极其相似 但是由于人类的长期训养 狗逐渐演化出对人的顺从和依赖 但是尽管如此 它们体内的狼的本质 却是天性时代 狗它本身就是一万多年前 由狼培育出来 它有这个天性的 这是人们在不断的淘汰过程中间 培训过程中间 帮它一些有嗜血诚信的这些个体 把它淘汰掉了 而保留下来它的基因 是对家族家庭是友善的温和的 而偶然有一些